經常到公園去 就會看到一些老兵老人 那臉就給我相當多的感觸 然後我就有一天就想 這個人的臉 廢聚了很多信息 我現在在看他最新的 跟過去的那個蘋果 大人頭的 還跑掉的卡車那種東西 說實在的 最早吸引我注意的 以及為卡車 接上豆漆的風景 是高雄的生活風景 所以很多人都會風景出來 這種高雄市作為一個 工藝的豆漆 什麼東西都可以黑白彈 空氣都沒有那種關節 鄉親的臉 也是人頭的延續 那我也到那個年代 我才忽然間發現 我的長輩開始衰老 事實上那是 再回頭去看他們的時候 那是一種感傷 他會進入貓頭鷹的 整個內在的世界 那他也用這樣的方式去體會 一個不太有人去 覺察到的一個 在黑暗裡面很孤單的 可是又很敏感的一個生物吧 其實西方醫療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嚴重的載質 我們是拿著西方醫學的 解剖學的這個圖 去認識我們的身體 發現其實是非常複雜的 很多很多的隱形的壓制 就會在一個亞洲的女性身體上面 我們一開始 我們就知道那是台灣 癌症比例最高的一條公路 所以因為什麼東西都等在海底 所以污染都來為他害人 又從那裡吃起來 他本身也是媳婦 所以去之後 媳婦跟媳婦 互動和對話 我想我們這男朋友 都站在旁邊而已 他很像一個戴著棒球帽的小孩子 他有一種同趣的幽默 那個幽默有時候非常無厘頭 可是你就會覺得很好笑 今天的部分是機械的語言 然後加上我自己畫的 然後現在是有一些文化的圖像 然後再加上新媒體 從素材的角度來講 它是一個演化 立體作品其實在那時候 我感覺因為他做了很多錢 動物都沒有 理事產品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是真的 所以我又回到那個 我覺得最單純的繪畫 然後珍貴還是那個 人的思維 人的技巧性的東西 因為藝術 還是要有一個高度的技巧 去傳達 去表達 他覺得可以表達的意識 因為我小時候 家裡的對面就是一間廟 所以就夠對我來說 也是有一點影響 有接受到國化一關多點拓示 我們可以再把它開發 覺得比較重要 我就把它放大 覺得這個是配角 我就把它放小 還搭配花草事務 有啊 給你擦的手 妹妹擦擦擦出來 就是說 那張手拿出來 就是感覺看到 屬於阿宅的美學品味 那在裡面 就感受到那裡 就感受到就是 這個我 我玩爸爸 這個我 這是我弟弟 這是 還是 這是日本的 日本的 日本廚 日本的那間廚 就是我 那個時代我們日本的 在日本居住 那一段時間裡頭 我從小經歷到的這一個經驗 好像他也是看我是台灣人 在台灣人 待會台灣 台灣人是看我是日本狗 他對自己的關照 那個關照裡面 到底老徑是什麼樣的人 他自己的事 你看裡面有很多衝突性 還是說不安定 像是小火山 你看那個堂裡面 有一種極特殊的人間風景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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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你 我愛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